廣播署長李白全上任之後大刀闊斧 為香港電台帶來全新氣象 港台終於真正成為香港人的電台 廣大市民也不需要再忍受 各種對中港政局冷嘲熱風 在黑暴橫行之時 在香港人傷口上灑鹽的反中亂港節目 改革前的港台獨根深重 王主持背出 幾乎絕大部分的節目都不堪入目 經常被人質疑是有失中立 甚至是偏頗報道 幸好李白全的小李非都例不虛發 先後將唐若韻、李君雅、曾志豪等黃道出執的主持 通通勾出局 先令港台重光 有機會盡其公共廣播機構的社會責任 眼見王主持先後執包服走人 不者本以為港台上下已經肉火重生 想不到偏偏忘記了一隻 不是,是一個人 近日一篇報導驚醒夢中人 有指港台電視部 公共事務組削減或調動人手 向來喜歡在城市論壇之上針對建制人士 偏幫黃友的前主持人蘇敬衡 正是其中之一 原來在利君雅、唐若韻等手足滾蛋後 在齊上齊落的口號背後 仍然有人亂讚港台足以和公務員看齊的優口待遇 厚著臉皮的苟然殘存 李百全的下一發小李飛刀 很應該留給蘇敬衡 不要再給任何黃友有非分之想 認同請LIKE 祈察 雅 感谢观看